体相起挂是按求彻者身体姿势起挂断挂的一种方法 在我的多年实践中 这种起挂方法求彻者本人在现场的时候更灵验 要比其他彻挂法获得的信息量大 往常通过对方写字 看字的笔画或时间或摇铜钱等 对于我们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但对于那些老年人 往往你指点了半天 他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 不知道怎么起挂 如此费心费力 不如我们自己直接替他把挂起出来 可能有人会说啊 这不是乱起吗 你替他起怎么能代表他的信息 其实不是 无人问挂时视为无极 问挂开始视为太极 对方问挂 必会引起你心里的连锁反应 心动而太极始生 因为万物之苗 动则有变 变就会有挂出来 所以这不是乱取 是取的心相 还有 当你用自己的心念 以抓取对方的一些特征起挂时 是把你和对方的信息 接到了一起 天地间 世间万物的信息 是共存的 有人来找你撤挂 你与他之间 就有了一个信息场 只是这个信息场 有强有弱 你要学会 抓住最能引起双方共鸣的地方 我们常说 挂不投机半句多 挂也是一样的 双方的信息没能对接 准确率 就会差些 一些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觉 有的挂 他说什么对什么 而另一挂 明明挂宗是这么显示的 就是断不对 这就是两个人的信息点 没有抓准 因此 找准双方的信息对接点 是起挂的重点环节 体相起挂法 又分为以下几种 乾坤法 它是一种按男女 分为乾坤的起挂方法 男为前挂 女为坤挂 定出外挂 因乾坤 为万物之父母 从大的挂项看 具有总体中的男女属性 阴阳属性 疾胸属性 由此就可以直接立功成挂 当然 并不是他们一立挂就完成了 这起出来的只是外挂 还要加上起挂时的信息 组成一个挂 比如 某女九点来求撤婚姻 女人为坤挂 九点为前挂 取得九数字 上下组合成地天态 而动摇 我最常用的 是与挂主所处的方位 或一个动作为动摇 比如挂主在西方 为对 举金二数为动摇 比如他的手动了 为更 取七数 五六于一为动摇 以此类推 有的我也按对方 进来的时间起动摇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索取挂的意向 要有同一性 比如上边提到的女人为坤 九点为钱取这个数字 而不是取四十这样的数字 因为取女人时 并没有分出中女还是少女 而是按钱 男 婚女这样的大概念而起的 那么取时间的时候 也同样以直观的大概念取向 当然 一个人 有时 不可能只想一件事 比如你让一个求挂者说两个数 他可能说完一组 又改口说另一组 或者另一个数 此时你怎么取 两次都是心动 都是心知识然 用哪次的为标准呢 第一次为心知识 第二次为心知念 可以把第一次的数 起为下挂 以最初之意 后给出的数字 起为上挂 为后天之意 也可以把总数相加 比如你让一个人说出两个数 他第一个次 说你好 实际觉得不妥 又说心事 说完还是不妥 又说一个高兴 他一连说了 三组 可以转化为数字的字 怎么取呢 第一组 取为下挂 第二组 第三组的合数 就是上挂 有的时候 我也会把前两组 分别取为上下挂 后一组加时间取为动摇 心动使然 关键是自己的念头怎么动 那么如我上边所塑 动摇的取法也是如此 别人来求撤 预测师 第一下想到的 可能是对方的方位 随意又想到他的动作 又怎么起动摇呢 其实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第一眼看到 第一下想到 你必须用第一下的念想 念头去提挂 这样才是准的 你后来想了无数 那都不行 如果你第一下念头很杂乱 那你就干脆让他没有动摇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第一下 第一下想得太多了 这个时候呢 多动就不如无动 第二种我讲一下 挂像法 就是按求撤者 是什么样的人 得出外挂的方法 用法同上 比如少女为对挂 少男为更挂 中年女人为离挂 中年男人为卡挂 长女为逊挂 长男为正挂 老年人为前挂 老年女人为空挂 加时间得出动摇 第三种是动作法 按挂像法得出主挂 根据求撤者的第一个动作 得出变挂 比如一个少女求撤 和主挂为对 手动 上挂为震 此取的就是动作 因为手在一个人的身体上部 所以取为上挂 而金挂说 就是下挂 同样的道理 腿脚动为下挂 这个队放在下边 下挂 逊放在下边 立起身体的形象时 震为足 但是当一个人有动作 奔跑行走的时候 能体现出快如风的 是腿 而不是手臂 手臂只能体现为摆动 即震动 不能引导身体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所以动作法一般取为 迅 为腿脚更方便些 那么手脚同动为上振下迅 手交叉方在胸前为上砍下对 这是取的动作形象法 直接把手臂的形象当成一个羊腰 而它列在身体前 突出 离阳 而整个前胸腹 好比是一个坑挂 加上中间的一横就成了砍 就是把手臂放在腹胸中间 我们就把它取成砍挂了 比如2003年起月 一同事的女儿撤婚姻 女孩子已经25岁了 这里家庭条件很好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父母很着急 父女俩一同来的 父亲是来求撤的主因 为体挂为钱 少女为父亲领来 为被动 以对为用挂 加时间的挂之嘴天虚挂 那么这个挂我们来看一下 女撤婚姻以官贵为用身 这个挂宗观鬼 银木 居在鹰谣位 赤硬又都是羊谣 两种过去 赤谣和鹰谣 说明他以前处过 因为当鹰谣就是用神的时候 往往就存在着这个人 现在有这个人 或者是现在有这个事 或者是他以前有过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适应点的关系 那么鹰谣入月库 所以我判断他没有成 也说明挂主现在没有对象 第二点呢 女撤婚不利子孙持世 子孙持世往往有离婚的征兆 但现在这个女孩子还没有对象 因此你不能说他离婚 子孙持世 林玄武 只能说这个女孩子玩心很重 她本人对婚姻的认识不是很强 有点随心所欲的心态 而且子孙持世 对官贵有排斥的意味 这种排斥不是拒绝 只能说明他对婚姻的态度是精挑细选 不肯轻易许诺婚姻 现在世遥有今 月见未土生柱 日见亥水泄力 而动摇又泄世遥的力量 那么世遥子孙被泄为不忘 说明他对婚姻的态度有所改变了 不再是过分挑剔 不再是强力的去磕这关鬼 而是他降低了择偶的标准 第三点 动臂有因 七才谣动化回头生 与观鬼相合 这个七才在适应的中间位置 贴近适摇 是心脏的位置 我们由此可以判断是他的心事和想法 动摇 道谢静摇的能量 来生应摇观鬼 这个道 对于求撤者来说不是有害 是说啊 这个女孩子很想找到自己的一宗人 而且心里很急切了 她外表不动 其实呢 她的内心已经动了 因为道谢的是这个子孙 就是代表科观鬼的这个谣 而心里的道谢 就是内心中她现在很着急出对象了 和以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第四点 那么我们看男方的态度怎么样呢 看男方的态度 男女没撑家以前 先看鹰摇 再看观鬼 这个挂 鹰摇为观鬼 合一 为正当位 鹰摇进入到月库之中 但是日渐如动摇 还来合 那么出摇子水 贴身来生 说明这个男人 与多名女孩子有交往 至少有多人追她 但现在女孩子 这个挂主还没有认识她 动摇害水 代表的是女孩子的心事 虽然 生和鹰摇 并不代表女孩就在追她 只能说明 女孩其实心里喜欢她 外表显得不愿意而已 而两个财摇来生鹰摇 鹰摇临沟沉 在二摇宅位 这是人的家里之相 在家里怎么能有人勾引她 所以啊 这个相 还又是一个其他的相 沟沉呢 主老是稳重 因此对比两个人的各方面因素 判断 他这个二摇宅位 指的是男人在家里做生意 多方尽彩的意思 就是他这个财药相生啊 代表的并不是外面的女人 而是她 做生意多方尽财 如果我们不能这样 薄皮式的细致分析 很可能就说 这是个花心的男人 那么这个往往在判断的时候 就不能给人家以正确的指导 就会让这个女孩子 你快别处了 这个男人花心 这就是一字之差 算法的不同 而去的相意 有所区别 第五点 我判断 今天下午就能见面 这个婚能成 因为在这个卦中啊 不能看适摇之科 主要是因为动摇 它是通关的 而且这个动摇 代表的是女孩子的心事 还是奸摇 适应的奸摇 她的心里是喜欢 鹰摇南方的 动摇画出的身金 冲鹰摇 鹰摇 临动摇而生 挺旺的 冲必动 所以呢 他们见面应该是很快 而鹰摇南方 没有生科制杀权 它是被动的 被适摇的心事冲起 所以 它与适摇之间不是科 而是女方愿意 女方把自己的心事 透露出来以后 男的会不反对 会被动的接受 甚至 因为这个便摇的相冲一下 它会心里起了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 接受这个女方 因此若是看 他们俩能成 看时间呢 女孩子心事 动摇动得很猛 力量很强大的时候 通关的能力就越强 成婚的希望越大 而当天就是害水的日之生柱 是很旺的时候 便摇又指明了一种时间的概念 远迎年月 尽迎日时 已知当天害水得柱是最旺的 所以我判断就在当天 下午深时两个人将约会 第六点 南方应遥 银木林钩尘 钩尘如土 所从事的职业 必与能业有关 应遥居宅位 得财生 是坐在家里得财 这个男的必是开店的 而且做的是与能业有关的生意 应遥 目得日 生柱 人长得很帅 因为目入月库 这个挂弓相科 所以断他长得不怕 整体挂为一数 一个成年人呢 一般都超过一米 所以一数为定数 挂四摇动 而变砍六 加体挂前一 为七 女孩子最在上挂 只断零头 所以我断在一米七二左右 那么后来我这个判断呢 完全应验 而且这男女成婚了 婚后的生活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男士呢 是做能产品批发的 一些能用物资等等